2月3日A股收平 今天盘面早盘走的非常热 回补了3240的缺口 午后呢出现了一定的反弹 但是回补了缺口 我判断这个地方调整也没有结束啊 先来看一看资金的情况啊 资金呢 北上资金 从新年以后的持续流入 今天变成流出了 盘总一度流出了超过了五六十个亿 现在呢也有四十个亿 这个数量也是不小 说明在这个位置 北上资金趋于紧慎 至少是有一些分歧了 这是北上资金 我们的内资呢 这更完蛋了啊 今天又是大幅的出逃 又搞了一度接近400个亿 现在也有348个亿 这是资金的情况啊 另外呢 我们看午后的跌幅收载呢 主要是白酒 A浪下跌 貌似结束之后出现 可能会有B反这个地方 那天我说了 但这个地方能不能出现B反 主要看白老大啊 因为远界开发互联网服务啊 什么计算机设备 游戏传媒啊 包括军工 包括半导体跟芯片 也有小幅的动作 所以说呢 引领了指数 五后的反弹啊 下跌的个股呢 是减少了不少啊 大跌的个股呢 也比较少 今天这是好现象啊 跌幅超过5%的 加在一起只有20多只 所以说这个杀跌的动能 肯定是不大 力度也不足 所以说这个指数 肯定是要限于调整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后续我们可重点留意 题材方面的 结构性的这样的机会 我估计这个市场的热度还在啊 我们看一看指数 上证指数的周线 收出了一个疑似乌云盖顶的啊 并且成交量呢 有些许的话呢 所以这个肯定不是 一个太好的现象啊 这是周线 我们再来看日线 日线这个是个什么 这个是个日线的顶分形 从11月1号到昨天为止 昨天是最高收盘价 这个地方运行了61个交易日 60日一循环啊 一轮回啊 这个一个作为一个中期上涨趋势来讲 已经足够了 在这个时候下形成了一个日线的 这是一个标准的顶分形啊 也可以理解为黄昏之星 黄昏之星就是要 关键是他把这个地方的低点 就是我们这个低点是 三二四五点几几 今天盘中跌算 并且回补了这个地方的缺口 所以说这个地方缺口补完之后呢 并不是止跌的动作 至少我因为这地方是盘整一个 短期的一个头部啊 但是首先说我们说 这地方调整的性质是良性的 因为多数的板块都处于多头市场啊 我昨天呢画了一个 30分钟的上升趋势线 这个30分钟上升趋势线是从这个位置 3031这位置也是12月下旬 12月23号上升趋势今天是跌破了 并且大家注意这个的低点 跌穿了这个低点 这就形成了一个 30分钟的下跌结构 下跌结构 跌穿这个低点就是下跌结构 一反抽 那么反抽趋势线 现在看过不过去不好说 如果它重新走强 必须把这个的注意 必须把这个地方的音线给收复之后 我们再来说 现在看起来这种概率并不大 这是30分钟走势图啊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还有什么 还有比较隐隐约约的 120分钟的高点结构啊 这个肯定是30分钟高点结构 第一次第二次 所以说这个地方大概率会出现 大概率会出现10天左右的调整 或者是整理 大家要谨慎一点 我们今天的收评就到此结束 祝大家周末愉快